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你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看顾着你们 不管白天黑夜夜都会在你们身边 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要好好保护姐姐 妈妈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都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辈子我们还要带你家人 其实因为真的化疗你们都没有办法想 真的非常痛苦 而且因为开刀化疗开刀化疗 这样的过程 其实真的非常辛苦 不是我们外人可以理解的 刚刚她自己下有跟我讲 其实她第二次其实很辛苦的时候 其实她都写好一书要养你们 真的 对啊我就写了 我就写在我手机里啊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可以念给大家点 就是 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你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 看顾着你们 不管白天天夜都会在你们身边 姐姐要照顾弟弟 弟弟长大要好好保护姐姐 妈妈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希望你们永远都幸福快乐 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下一輩子我們還要當一家人 這樣也好了 脫離痛苦 實際上 差不多這個孩子總共十年的時間 你看他多痛苦 不可憐的孩子 你放輕的走吧 我其實有幫他爭取到從美國來的最新的抗愛 但是他下個禮拜一次才會到 他就是等不到那一天坑坑走了 早上來人還好好想 情況就很炸 我們本來想要急救 但是他已經寫了說不放棄其中 這樣也好 這樣也不必那麼難過那麼痛苦 他眼睛都不閉耶 我還 我跟雅萍跟他講說我們放下 放下 他還稍微畢業一下 這樣也好 脫離痛苦 實際上 他在這個孩子總共十年的時間 你看他多痛苦 不可憐的孩子 你放輕的走吧 放輕的走吧 放輕的走吧 反正這兩天都沒有辦法講話 我希望我們每天都有 我們都是開車從地下室下去的 我其實有幫他爭取到從美國來的最新的看愛的 但是但是下個禮拜一次才會到 他就是等不到那一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到底到底是否會痛苦呢 不會痛苦呢 不會痛苦 他其實是進前兩天 我們吹又露營 講了一些遺言 快天再發佈吧 好不好 你們辛苦了 給我們回去了 不用參賽